嗨 嗨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胡老闆 歡迎來到今天的胡聊科技 今天有哪些新聞要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呢 首先 3月7號洛杉磯時間早上10點鐘 Rivian要發布他們新的電動休旅車 R2 那據我們了解呢 R2呢 應該就是小一點版本的R1S 那R1的系列 總共有兩款車 就是R1T以及R1S R1T就是他們的皮卡車 起價大概在7萬塊錢美金 那R1S的起價大概7萬5千塊錢 那R2呢 據我們的了解呢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 特斯拉 它把Model3放大以後變成Model Y 那R2呢 應該就是R1S的縮小版本呢 小一點的休旅車 那就我們了解 應該就是跟Model Y以及Mark E差不多大小了 目前預估的價錢 大概在4萬到6萬塊錢之間 那大家可以期待 3月7號早上10點鐘 好 那在另一方面 Lucid呢 他們的Earpure版本的電動轎車降價 哇這次真的是降得很兇哦 他們一降降到基本款呢 低於7萬塊錢美金哦 6萬9千9百塊錢美金就有了 那基本上呢 這個降價呢 我的感覺是 專門就是要針對特斯拉的Model S 跟它打下去的 為什麼呢 跟特斯拉的Model S呢 現在起價在7萬5千塊錢美金 你看它足足比它少了5千塊錢哦 那基本款的Earpure呢 大概的規格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下 首先它是後輪傳動的 再來呢430匹馬力 其實不少蠻多 0到64.5秒 就跟Model 3的Long Range版本其實差不多哦 那續航力其實不錯 EPA的數據是419英里哦 比Model S的長距離版本多哦 所以你如果對電動轎車有興趣的朋友們 但是你又不想要 或者是對特斯拉的Model S沒興趣 可能覺得說它的車子可能已經太久沒更新了 或者怎麼樣的話 搞不好你去看看Lucid的Air Pure 他們這個一降價真的降到7萬塊錢以下 我覺得它的CP值其實還算不錯 那我之前也有跟我朋友去試駕 我把試駕影片放在這裡哦 再來我們聊聊2023年 美國的電動車的銷售量 美國電動車呢 在2023年呢 12月的時候其實增長非常快 跟同年的時間 2022年比呢 2023年12月增長了23% 超快 整個全年呢 2023年跟2022年比起來的話 增長了52% 非常非常大哦 那我們在這裡把前五名電動車品牌的銷售量 分別分享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 不用猜都知道 特斯拉 64萬多台電動車哦 大概佔了 試占率大概佔了56%左右 那第二名呢 福特 6萬9千台車 對跟特斯拉幾乎差的快將近10倍哦 試占率大概6% 那第三名呢 Chevy 64000多台車哦 大概5.6%的試占率 6%不到 那第四名呢 是Hyundai 也就是現代汽車哦 51000多台車 市占率大概4.5% 那第五名呢 這個蠻 蠻讓我驚訝的 竟然是Rivian哦 46000台車 試占率大概4%哦 那大家聽到這些數據 可能就會覺得說 欸電動車在美國這賣得很好啊 為什麼還是有很多這種 其他的汽油車品牌的高官在講說 哦電動車的銷售不好啊 或者是緩慢 或者是消費者 不買單呢 我給大家一個數據 大家應該就會明白了 福特自己本身在2023年 全部的車子的銷售量在美國 200萬台 對沒評錯 將近200萬台車子 對比一下他的電動車 6萬9千台 換句話說 電動車只佔了 他全部的銷售量的3%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會覺得 消費者對他們的電動車 不管是沒興趣或不買單 就是蠻大的原因 因為他們的這個成長率 對比他們的汽油車的這個佔的比例呢 其實還是非常低哦 佔了3%其實非常非常少哦 你想他們已經賣了這麼多年了 也只有3% 也還不到10萬台車而已哦 而且另一方面呢 多數的消費者 對電動車多多少少 還是有些情況呢 會有一些誤解 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認知 那當然電動車並不適合每個人 今天你如果住在一個非常寒冷冬天的地方 經常下雪或怎麼樣 對沒有錯 電動車的續航力就會衰減 那在這種情況下 對我個人我也不會建議你去買電動車 這就好比說 你如果要喝湯拿叉子的概念 東西不對嘛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是適合自己的生活狀況 以及自己的需求車 我覺得才是重要 那反規過來 你今天如果住在加州 家裡可以安裝充電樁 那你每天呢 可能只是上上班買買菜 不是經常跑遠門的人呢 電動車 搞不好反而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在這方面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多做點功課 多去了解 並不要去好像看到媒體 隨便亂報新聞 就覺得好像都是真的 好 再來我們就聊聊特斯拉新聞 之前大家就知道說 特斯拉其實有把Cybertruck 運到中國 去給大家做展示嘛 那現在呢 在日本的朋友有福了 從2月16號到2月25號開始 特斯拉呢 有把Cybertruck 帶到日本東京去做展示 所以你如果在東京 想要去看車子的朋友們 可以去看 那我這邊呢 特斯拉也有公開很多一些 他們當下展示的照片 我放在這邊給大家看 好啦 那再來這幾天呢 可能有一個比較大的新聞 就是Cybertruck的車友們 分享說 欸 車子才沒拿到多久 怎麼就開始 生鏽 對 沒聽錯生鏽 那當然這個東西呢 大家光是看 聽帳面上就覺得 哇不得了 特斯拉車子在生鏽 其實呢 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那有一個 我自己也有在看的頻道呢 叫做 Bearded Tesla Guy 我把他的那個頻道 資訊放在這裡 他就有拍一個影片去講說 為什麼 特斯拉的Cybertruck 會有這些這種微小的生鏽狀況 其實說穿了 絕大部分呢 應該是空氣中的 比方說雨水裡頭的 那個鐵灰啊 或是怎麼樣的 比方說你今天 車子是從 工廠運送到經銷商 或到當地的交車中心的時候呢 絕大部分的時間 在美國都是以火車為主 再來呢 才是當地用什麼卡車 把車子拖到交車中心 其實火車在跑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 鐵灰 還有一些等等之類的 空氣中的汙染呢 跑到車子上頭 那過一小段時間呢 不管是雨水沖刷 或者怎樣 這些鐵灰 其實是會生鏽的 是會結在車上 你今天就連是普通的車子 都有這種狀況 那只不過呢 有一些Cybertruck的車主們呢 突然一下看到 他的不鏽鋼車的上頭 有一些這鐵會有點擔心 總覺得好像不鏽鋼 是不會生鏽 對 不鏽鋼 顧名思義叫不鏽鋼 是因為他跟其他的鐵啊 這些鋼板比起來 他是比較不會生鏽 不代表他不會生鏽 那他不可能在 短時間的情況下 馬上就生鏽 那相對來說 特斯拉的Cybertruck 也是這個概念 特斯拉自己都有講 你如果看到車上有什麼雨水啊 或者什麼一些 鳥糞便啊 或等等之類的 要馬上清掉 因為不鏽鋼 就是要趕快清 他才避免他會 在上頭有一些 好像 結塊結顏色啊 或什麼的 這個滲進去的一些狀況 這個不鏽鋼呢 對比普通的汽車的這個 烤漆呢 有一個比較好的好處 是不鏽鋼 你只是可以去 輕輕的把它磨掉 上頭這些可能 生鏽的鐵灰啊 或怎麼樣就是可以磨掉 那相對車 普通的車子的話 其實在烤漆上頭 你如果做這件事情 其實你就是在把外頭的那個 Clear Coat 把它慢慢慢慢磨平 所以這個 這差別還是蠻大的 那當然啦 因為不鏽鋼的車子 多多少少 以現階段 因為市面上很少嘛 這個大家對他的認知 以及了解 以及照顧呢 多少少還是比較少一點 所以大家常常可能會 不小心一個東西 好像變成一個 非常大的事件 那這個Bearded Tesla Guide 他有拍一個影片 非常詳細的講解這件事情 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去看看 那說到Tesla的Cybertruck呢 Cybertruck其實並不是第一台車子 使用不鏽鋼生產 它是第一台卡車沒錯 但是其實早在80年代 其實就有一家的汽車品牌 有用不鏽鋼生產一台車 那我想絕大部分人 其實都看過這台車子 不知道它是不鏽鋼的 就是回到未來的裡頭 那一台DeLorean 那講到DeLorean呢 他們最近其實是有在準備要 開始販售一台他們的電動車 叫做Alpha 5 這台車你若去看了他的照片 我把它放在這裡 超級漂亮的 那目前這Alpha 5的販售時間 我們還不是很確定 但基本的規格 我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它0到62.99秒不到3秒鐘 最高時速呢 每小時155英里 這個是因為法規的關係 其實它應該是可以跑更快的 那預估的續航力在300英里左右 電池大小應該是100kWh以上 這些都有在他們的網站上的 那有興趣的 你們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它這個車子呢 不管是外面的設計 還有裡頭內裝 真的是超漂亮的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 那今天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看YouTube的朋友們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聽Podcast的朋友們 可以經過Spotify IG 或Facebook發簡訊給我 我都會看到哦 那今天就到這裡 我是胡老闆 我們下次見哦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就等下來了 我們下次見